那么今年来呢 消防员伤亡的意外是频传 在上个月底呢 新竹的大楼火警当中 才又有两名的消防员因此殉职 而就在今天的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呢 也拍案审查新政院所提出的 消防法的修正草案 那么也邀请到了内政部长刘世芳来进行备许 也当然听到刘世芳 针对修法的态度的最新回应 5月15的时候 我们立法院有要求 希望我们消防署在一个月内 把这个消防法的职专章送进来 那这次消防法的这个职安专章里面 大概有22条 其中对于资讯权的披露 或者是说其他工厂 或是相关的人员的 我们做比较加重处罚 如果没有办法再达到我们的 法定上面的这个要求的话 大概最高可以罚到1000万 那如果有造成重大伤亡的话 有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所以很希望说 在今天的审查过程当中会非常的顺利 好 可以听到呢 刘世芳是强调说 今天希望这个消防法来新增 这个新的安全卫生防护的规章 的专章的审议可以顺利地通过 那么这个专章未来更要明定 如果业者未落实这个消防的管理 那导致人员伤亡的话 最终甚至可以被判刑到7年的刑责 那么刘世芳也希望 朝野在今天都可以达成公式 让消防法规顺利地修正通过 权利地保障消防人员的安全 我们下期见到这个消防人员的安全卫生防人员的安全卫生防人员的安全卫生防人员的安全卫